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 都不知道关不关中产事 但我觉得这件事 真是令人震撼 其实震撼的原因都是 我们叫做舌坏 口衰就说多了 我们讲这个石禮謙 就上了NOW TV的一个节目 首先这个节目就是说一手楼空置税 我发觉同台的人全部都是垃圾 一个就是尹兆坚 我发觉他除了说一手楼空置税 都不是很帮得到楼市之外 没有什么高见 既然都帮不到楼市之外 那你坐在那里做什么呢 另外一个就是 他反对了 他都支持孔志水哥 起码都做了些东西 这些就是街边师拉都会说的 有很多人跟我说他很熟悉房屋政策 可能他已经是整个民主党 整个民主派都没有人 懂得稍微房屋政策和经济 另外一个就是本土研究社 本土研究社 你都猜到 他平民在网页上有很多什么 但他在这个节目里面 说来说一件事 现在市民水深火热 就算一手楼空置率又被政府低估了 为什么不可以透过空置税 令到更多市民可以有屋住 说来说一样 其实他自己都懂得调节这个做法 而你说政府逼他建签快点 我心想这个世界各样都可以逼 建签就不可以逼快点 因为建签快点 那层楼建了出来 如果死人倒楼 那谁是什么 可以有一个办法 他那个地盘埋了出来 规定你多久之内 但是你也是有一个合理的年份 他就用尽那个年份 你都不能够说 我总之要你三年建完层楼 没有这件事 又或者我自己不知道 到时他去申请 有一些质素是不够好 我要申请延期 那政府批不批给他 如果你不批给他 那层楼出了事 谁是什么 然后你说这样要罚他款 那我要说 我想层楼建好一点 你都要罚我款 我真的觉得太多 这些行政执行上的东西 是能够可以令到他有藉口 延长这个兴建留意的时间 而更加重要的是什么 实际上有很多东西都很合理 他说 你现在说空置税 空置率这么高 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有辣椒 因为个个都在等层楼松绑 要三年后 你过了辣椒期 他才卖得到出去 你有什么理由 将这件事捏到业主 业主不是不想卖一层楼 是政府逼他不卖一层楼 还有你的空置税 有什么理由是放在所有的楼上 超过一千尺的楼 有什么可能是要他们半年内卖出 豪宅第一件事不是说卖就卖 第二件事就是 就算豪宅半年内卖出 也不跟你的平民事 难道豪宅半年内卖出 会帮到你的平民 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石禮謙在我角度来说 他真是功能组别的业绩人士 真的准备了你的左脚和泛民产 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社会很可悲 我又不觉得石禮謙很厉害 他说的是一些常识 也不是功能组别 但是你的社会 从来不买楼也不打算买楼 然后本土研究社 整班人是对于市场是完全 一点认识都没有的 然后你的社会 一些某一部分的民主派 本土派 就被他们的研究去 一些很无知很无聊 直接是反制的研究去带领了 所以令到一些社会上 每一个社会都有傻佬 但是傻佬 竟然变了很多人去拜他的傻佬 这社会就变成傻佬的社会 在房地产那里 所以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例如说一手楼空置税 一个很基本的理论就是 一个豪宅 豪宅是可以卖十年八年 即是你现在建好 有些是卖十亿一间 那你怎样一手楼空置税 那十亿一间 现在有些建好 现在都在卖 那你又怎样搞 那些人是没有得搞的 你只有是很快的很小的 很快走的 不的那些人就是讲 你现在是促成全地产商都建立 примерно 因为那位纳米楼最快流转 没人会建大单位 因为大单位就是最难消失的 到时全都没有大楼 全都住棺材房 那谁负责呢 你本土传购士也是不能负责的 而且是简单的一个公平理论 一家人 四口 住一家一千呎是沒問題的 不是 有問題 現在根據本土研究社 你先聽我說 400呎公屋就夠了 你先聽我說 我當然知道 我現在改一個例子 四個人住一千呎 他是不受到懲罰的 但如果四個人有一層五百呎的樓住 有一層五百呎的樓他不拿出去租 他就要受到懲罰 我不明白這個概念在哪裏 為何四個人住一千呎就不會被罰 可能他有兩間房子過得太多 我不用 一個四個人的家庭 他有一間五百呎的單位住 有五百呎單位的丟空 他就一定要租給人 如果這個概念是合理的 每一個香港人都要報回他們家有多少間房 有多少個人住 多出來的房子全部都要收房間空置水 這就合乎你的所謂的邏輯 這些愚蠢的所謂的公義原則 我覺得竟然成為現在香港社會的主流 實在很好 香港的房屋 已經愚蠢到覺得是大口環的程度 沒辦法 為何會有這麼多人拜 大家認為這樣是合理的 每個人計算 其實很簡單 每個人都覺得這件事對自己有利 那件事就算有多蠢 他都會支持 因為他沒有房子 他當然想拆掉你們的房子 收空置稅 搞到你們的業主雞圈不靈 那就對自己有好處 這也是理性的選擇 有一堆業主也是我自己有房子 那你拆掉是否對自己有好處 最好處就是四個人住一千尺 支持空置稅 反正我沒有第二層 更開心 所以這不是反制 這是很理性的選擇 理性的選擇 但就不代表對的選擇 因為理性的選擇都可以很愚昧 這就是民粹 所以不要經常都說 香港已經被民粹水會所推動 理智的聲音已經被壓制 現在就是告訴你 民粹就在香港被由左膠推行 但這不是我想今天說的 因為整個節目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石禮謙當被人質疑 這個政府這樣搞房屋政策 你會覺得有問題嗎 這個政府這樣搞房屋政策 這個政府比共產黨更壞 那個是誰 那個是石禮謙 共能組別議員 敬民聯的首席建制大將 他說什麼 他說特區政府比共產黨更壞 首先這個我們要清清楚一個狼緝 什麼叫做衰過 你應該覺得那件事很壞 他說特區政府已經很壞 共產黨更壞 意思是怎樣 這個人或者我甚至可以說 在香港除了土共之外 即是工聯會和民建聯之外 所有的功能組別 即是田北辰、田北俊 即是不介意開了你們的名字 每個人心裡都在想 喂 這個共產黨當然是壞 有什麼壞的共產黨 只不過有好處 我就暫時當你們共產黨是好人 這句我真的很震驚 現在泛民都沒有人敢說 打倒共產黨 怕被DQ 你怎可能想到這句說話 是會由石禮謙說出來 這樣說 即是共產黨雖然壞 我們也可以支持 不是代表他壞 不支持 但問題是 你當然可以支持 現在就是在支持 但你支持共產黨 不會說他壞 等於我們支持民主 我們不會說 這件事比民主更壞 我們說民主是好 我們才會支持 我爸爸是壞 不過我都支持我爸爸 這個就是 還有就是 民主是壞 但是他是不壞 他現在不是不壞 現在特區政府是不壞 特區政府是不壞 特區政府是不壞 他比共產黨壞 共產黨是不壞 共產黨是不壞 但無論如何 我自己看這件事是 首先第一件事 很多人都覺得是內心反抗 只不過他不說出 說出是需要勇氣 石禮謙說出這句話 我想他真的付出了很多勇氣 雖然也可能是因為 口法反抗了內心 心想那句 第二件事是 我們之前說的 這個 《逃犯條例修訂》 我們也有說過一個可能性 就是 你這群有錢人 如果再在這裏作反 阿朱、阿朱、阿朱、摩洛國 我就下來清洗你們 現在我們就會看到 這件事不是一個 我們吹水淨吹的程度 而是矛盾出現到 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有錢人覺得 共產黨你真的迫身 你以前和我合作 大家一起賺錢 你給我好處 我去支持你 沒問題 現在你迫到我沒有辦法的情況 我要反你 首先 有錢人 為何香港是一國兩制 就是因為有錢人不住共產黨 如果不是 一國兩制 所以他們從來不說出口 一國兩制就肯定是這件事 第二件事 香港有錢人最壞的地方 或者最差的地方 就是他們根本不讀書 應該稍為讀歷史 就算不用讀共產黨歷史 你讀中國歷史 讀外國歷史 都會知道 都會稍為知道 當你一旦統一了之後 一旦回歸之後 你就開始過了二十多年蜜月期 又會收拾你的土豪 這件事是一個原發生的事 即民主黨派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起初每個人都被你大明大放 到他解放了中國之後 全部變成花瓶 對花瓶也好 即你有花瓶做都可以 現在花瓶都可以做 現在最慘的一件事 有花瓶做 其實我覺得他們到最後 共產黨到最後 現在不是很像以前一樣 即現在都用刀叉 即食人肉都是用刀叉 即香港的有錢人 將來的地位就是 中產 不是 拿著樓收租 不是 拿著樓收租 我們網友說是中產 即拿著樓收租 就好像 渣蝶、泰谷 他還有置地的黨場 泰谷有人收租 收租他不理你的 即你不要再搞那些 不是 現在就是告訴你 今天就搞空置稅 明天就搞留意真值稅 以後不要緊 以後會放鬆的 因為以後會放鬆的 因為以後會放鬆的 那些是大陸人 所以他以後會放鬆 你放鬆 即是樓租都不能收 因為到時人人都會在東大嶼 買樓都是東大嶼 你以後就會被人收租 起樓權在他們那裡 你們只有收租權 所以就會 所以以後 但是香港的民主黨派 那些會變成八大黨派 八大黨派是好的 你知道嗎 八大黨派的位置 是比共產黨多 即是你在大陸做國民黨 民主黨 世襲那些位置 然後那些位置是比共產黨 你平均上位的機會大很多 不過你不上到最高 最後我們也說 一個很悲哀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 共產黨也好 中共也好 紅色資本也好 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是什麼 資本主義 自由市場體制 自由貿易 土地私有產權 現在我們發覺 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 就不單止大陸 就有本土研究成 兩邊正在做這件事 而我們香港 竟然是支持其中一邊 所以你就不要再跟我說 什麼守護香港核心價值 你們去支持本土研究社 姚松炎那些 什麼樓價不會受供應 影響的人 你其實都是在破壞香港 本土研究社 他們和姚松炎 他們很多的政策 是跟共產黨類似的 即是跟共產主義 你講那個叫做 大家很多空置 很多什麼 其實等於 人均居住面積 其實人均居住面積足夠 只是分配不平均 其實你用共產黨的方法 很容易 大家一起 衝進李嘉誠的家 李嘉誠的家 變成幾十戶 就可以分配平均 大家都用雙龍的方法 他們完全是一樣的 好 下次見我來再講